今天早上沒有駕駛 去行山 我想試一下除了駕駛之外 行山會怎樣呢 看到景色會不會不同呢 一出來就看到這個景色很棒 看到藍色的教堂 現在八點半了 向這邊走 Let's go 剛剛教堂 起床上班花學 我們也要出發去Palaka 在Milos 上山其實不難 就是這一條路 就是這條路上 如果車路呢 就在前一點點上那條大路 不要在這裏上了 因為這裏開車比較危險 尤其是私家車 但是Google Map 會叫你走這條路 就不要走這條路了 走旁邊的路就對了 走路就走這條 走路走這條快很多 其實開車呢 你開大路呢 駕駛大路呢 都是九分鐘就到了 走小路呢 有時我試過 不知走到哪裏 很漂亮哦 前面的小屋子 終於可以近距離看到這些小拜室了 裡面有一幅圣像有個耶穌醬 有個耶穌醬 裡面有蠟燭 有些香油 其實有點像泰國這樣 會放一個壇在外面 不過耶穌醬是第一次看到這樣放 也挺特別 走路看的景色和駕車很不同 就是這樣拍的小白屋也很漂亮 從這個角度看過去 還可以看到山上的小村落 其實呢 其實有考慮過租不租到一天車的 感覺真的很不同 和我駕車 很漂亮 更漂亮 因為駕車你要專注駕車 你和我只有一個人 就看不到有些風景是錯過了 這裡走上Palaka也是一個小時 其實都沒有54分鐘 很大個草原的感覺 很大個草原的感覺 幸好今天走一下 如果香港這樣 哇 7-11僅有一間在左近 我覺得希臘的教堂 就僅有一間在左近 走一走一走一山 都會見到一個教堂 前面還有一間 我看過地圖 它不是大小小間 人有信仰有時真的很重要 或者你信的未必是神 但總之你一定要有個信仰 對了 為什麼希臘這麼多教堂呢 五步一小間 十步一大間 因為其實希臘有個規定 應該是法例來的 我之前看過一些 research 譬如我在這裡建一間屋 旁邊我建一個教堂 我就不用給地稅 好像是不用給地稅 總之就不用給某一樣的稅 所以很多人 他為了省這個稅 如果他的屋子是特別貴的 那他就會建一個教堂在旁邊 所以為什麼希臘這麼多教堂 有些可能為信仰 有些可能就是因為那個稅的問題 這裡就是佩拉卡 附近應該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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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castle 哇 很Chill啊這裡 走到上來佩拉卡 說什麼都是廢話來的了 不如就直接感受一下 這裡的希臘風情吧 看完這兩集 分寇這都是illes 這兩集的一支 你們又有没有興趣來走走走走走走走 雖然我知道 大部份的人 都是會選擇整趟凌勒 早安 嗚 你好 你好 OK 我知道你愛我 終於要離開Milos了 現在出發去希臘最多人去的島 來到聖托里來之後 還差點給這間店 困我錢 路邊拉客的人 不斷說這裏有巴士 這裏有巴士 不過最後都無驚無險抵步了 這裏看過去真是漂亮 攝影師 達今晚 arg蜀 緊湊